尤其是郭总,以后你会深刻体会到,那个小孩一睁眼,那就没有你的时间了,那个讲科也很有体会,然后我就是,嗯,怎么说呢,前赡后赶呢,我那个大厅单没有到账,本来我都跟我老公计划了,环境和环境有什么怎么玩呢,哈哈哈,然后公路也都看了,结果没有天算不如人,人算不如天算,但是也不后悔,既然, 包括上个季度也是差一点点,然后肉没完成,提升一下,砍了一半,没办法,现在就是,能做的就是,把自己该做的本职工作做好,然后对得起自己这几年青春,然后大家一起奋斗